石門剛好是在我們黃冠最有的一棵珍珠 所以石門有很多好山好水 我想大家都可以講到現在究竟所謂 陌西根茂剛新進完成的呼吸感改建 還有十八晚公剛才已經講過 十八晚公的景點石門洞 甚至很多的一些像大家不知道 還有石門還有一個很出名的瀑布叫青山瀑布 它是非常漂亮的地方 其實石門有很多的好山好水 我想石門半個 2012年的石門落縱點最主要的問題是要 希望大家到石門去記錄完 去看石門的好山好水 順便去吃一吃石門特色的落縱 我想石門的落縱 劉家的落縱 還有農會的落縱 都去過ISO2000的認證和可 我想這東西它的名字是一定有一定的水準 那這次石門幫這個落縱節提早在之前版 我想我們都沒有想在跟人家在做熱鬧 在鬥節 希望大家能夠利用這個提早的機會到石門去享受一下 漏洞的滋味 還有享受一下石門的好山好水 我希望大家能夠利用這個機會 在這個禮拜六六月二號 大家能夠到石門去看看玩玩 那順便到石門大家這個活動 最後進度大家的生日 在推動團統以及節慶活動 當然努力 所以在我們石門端午節前夕辦一個石門肉粽節 那我們工所呢 希望藉這個機會來行銷石門的肉粽 甚至行銷來推廣觀光 推廣北海岸的觀光 那我們這次活動的主要的內容呢 除了我們當地的肉粽業者的參與之外呢 還有我們地方特色的一些小吃一些攤位 那當然還有我們北海岸的農民市集 那除了這之外呢 那還有精采的這些表演活動 音樂表演、模組表演 那還有適合親子活動的香包教學、草編製作 當然還有包裝作比賽 那當天呢 在我們石門消費滿一百塊呢 我們工所就會震動一個很精美的香包 那而且也可以參加我們的摩彩 我們摩彩活動 最大的展示三十二寸的一機電視 還有數位相機等等家電用品 獎項非常豐富 那歡迎大家 在六月二號到石門公所前面的廣場 來參加這次的肉粽業活動 也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祝福 先請嘉惠呢 來幫我們示範一下這個快手包 肉粽 這個是奏粽達人喔 的這個現身說法 我們要請喔 我們的這個長官也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包肉粽的過程 因為待會我們要邀請長官上台一份體驗喔 這個快手包肉粽 好準備好了沒 我要開始計時囉 好開始來 好 6 5 4 3 2 1 其實還3秒 4秒 5秒 6秒 欸差不多喔 其實是 在家裡頭 我們等一下再示範一次好不好 再包一次喔 真的很俐落欸 好幫你抓著喔 好 其實我相信他們一定要更快 好 1 2 3 石門肉粽結戰 好 再一次喔 6月2號星期六 在我們石門區公所前面廣場舉行 我們這次除了行銷我們石門的肉粽之外呢 還有一些特色的肉粽 像我們當地的一些 新竹魚他們包的 越南粽 泰國粽 甚至穆斯克粽 那我們今天這次的活動呢 很有各式的肉粽 還有各式的市集 那還有一些 親子的一些 肉粽的一些 遊戲啦 例如像草編啊 甚至還有肉粽教學啦 還有香包教學 那當然還有一些精彩的節目表演 那 當天消費嘛 100元 可以 這種 這種香包 而且 還可以參加抽獎 最大獎是易經介事 歡迎大家 剛剛這個示範是一個快手包 對 對 因為我們家 其實我們一開始在做便當的時候 因為我們 基本上是家裡的人自己在做 那所以小的時候 有時候遇到假日 的時候就會需要去幫忙 所以我們從小的時候 就要幫忙在旁邊綁 對 幾歲開始包包多久 嗯 我們是六歲的時候 就開始有摸了啦 對 就會開始學綁 對 那一直到現在已經 都三十幾年了 呵呵 那今天兩賽有推出很特別的 種種類 像什麼蛋丁種 對 我們今年另外在推出的就是 事物種跟蛋丁種 那 事物種的部分主要是 就是養生的部分 用事物 裡面有包枸杞跟那個紅棗 那在蛋丁的方面的話 我們主要是用 陰式紅茶下去煮 煮兩個小時之後再浸泡一天 然後讓它的味道更進去 對 然後這樣肉種本身會有一些 陰式紅茶的味道 然後吃起來就會比較 有清淡的感覺 嗯 那因為剛好搭上這個 蛋丁的熱條 那運輸今年可以賣出多少 我們主要是 還是試水溫 我們當然希望是越多越好 那我們現在先做三百顆 然後先看市場的反應 如果大家市場反應很好 我們當然就會繼續做 主要除了手吸以外 然後還有就是綁繩子的速度 那綁繩子的速度有一些 那個就是你在拉繩子的時候 不要有一個虛部出現 對 就是拉繩子的時候 就要就是一起做 嘿 這樣的時間才會比較節省 嗯 你可以現在把我去